大家好,我是莫莫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 说起烤鸡,可能有小伙伴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我们平常吃的烤鸡一般都是去店里买就好 但至于怎么做出来的就完全不知道了 但也能想到,要么在烤箱里烤,要么就是在烤架上烤 谁会拿着烤鸡在太阳下烤呢 你还别说,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但能做出来的绝非一般人 这不老外就喜欢玩着 在泰国有位大叔居然用镜子烤鸡 关键是他还烤熟了 在没有用镜子烤鸡之前,大叔都是用碳 就有一天大叔被挤上公交车 正好站在太阳照的座位上 那阳光能把太叔的脸皮给晒掉几层 但大叔脑子里一直在想自家的烤鸡 脑子灵光一现,就想到用太阳烤鸡 这不还省钱不用买碳了吗 于是,大叔说干就干 大叔找来一千块镜子,把它们绑在铁架上 然后这些镜子利用反射的光线温度来烤鸡 这温度可真的不低 最高温度可达到312摄氏度左右 大概十几分钟就烤好了 大叔把营业时间定在了早七点和晚五点 因为这些时间全是一整天的最佳炒烤时间 他们一天只卖40只鸡 生意可以说非常的火爆 这用太阳烤出来的鸡就是不一样 看着都非常的香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烤鸡的香味 看着小编都流口水了 但大叔,你们这要是到阴天了 该怎么办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